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听起来很理想化 和现实的世界也很复杂 相信你也听过这件新闻 在秘鲁达最近发生了一次爆炸 爆炸的威力去到尼克特制3.3级地震 三万多人死伤 有三十几万人要紧急疏散 而这个爆炸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货倉里面有一种化学物品 叫做烧酸胺 有2700吨的烧酸胺燃烧所致 如果你有机会上网去查一下 那烧酸胺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烧酸胺是一种非常廉价普遍的化肥原材料 而每一日经过我们的港口货倉的烧酸胺 是贝鲁达爆炸的六千多倍 那到底人为了吃 我们要去到多尽? 你会发觉越来越多的天灾 如果你顺藤摸瓜的时候 你会找到人祸的影子 在这个食物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从事 如果我们一米这样 吹谷扩大食物的生产 它是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还是为了下一次的人祸 埋下了伏筆? 就用香港来说 我们每一日有三千六百吨的住鱼 车紧去堆填区 重量有二百架双层巴士那么重 而每一日香港吃的蔬菜 只得过二千吨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日丢了的食物 竟然多过香港人吃的蔬菜 根据资料 如果全世界的人 好像香港这样消费 香港人这样生活 我们是需要四个地球 我无论如何增加生产 我们去哪里找那三个地球呢? 于是八年前 我加入了都市农间的职业 希望通过重新认识食物 认识种植 探索当中 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 以及solution 当然在都市农间当中 不管你扮演哪一样的角色 做哪一样的岗位 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闲置空间 引入社区 将它变成一个绿色的原谱 然后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食物 重新认识食物的关系 去做到一样叫做食物教育的东西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这一刻是那些小朋友 在泥土里面 拔出萝卜的那一刻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甘笋 在泥土里面拔出来 而在那一刻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甘笋由一个货架上的货品 变成了有生命有故事 而甘笋在他们的生命中 也都了解到 他是地球和农夫给他的礼物 因此 我们在城市当中 懂得种 懂得食 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懂得种 我们才知道 地球适合种些什么 我们懂得吃 我们才懂得珍惜食物 在刚刚很温馨的照片背后 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人幼 未来的城市 将有超过七成的人都住在城市 我们这一代 我们下一代 将会和食物的关系更加断裂 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那一天 我收了一些意大利的罗辣 做了一些Pesto醬 我打开雪櫃那一刻 发觉 除了我有本地制作的Pesto醬之外 原来 我都有韩国的Kimchi 我有南美尼的Aspiragus 我的雪櫃里面 正正反映了一个全球的食物供应链和蓝图 但当你去看全球食物供应链和蓝图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好像一张大网那样 将我们网住 如果不信的话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 刚才有讲到打边炉 开冷气、生冷气、打边炉 是一个环保的巨洞 但是我告诉你 在亚马逊森林的大火 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新闻 它是为了清理这些地 去种更多的巴西牛 而巴西牛最大的市场 就是香港和中国 也就是说 你即使关了冷气 打边炉 但是在吃巴西牛的话 亚马逊那棵树就是利消的 那你说 Andra 我都不吃牛 那是不是走得掉 那你吃不吃雪糕 吃不吃薯片 饼干 在工业食品当中 一个最大的原材料 是Palm Oil 而Palm Oil Plantation 也正正是东南亚 毁灭着 它的热带雨森林的聚灰祸首 我很喜欢Almond Milk 但是Almond本身是一个很口渴的树 美国加州提供全球八成的Almond市场 而我们每次喝的一滴的Almond Milk 也都是在喝加州的水 它宝贵的水之源 其他的我不需要说了 椰子 椰子 橄榄油 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朱古力 秘无不可避 人人有份 永不乐 那你会问我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不是说吃少些什么 吃多些什么 更重要的是 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要告诉这个food industry知道 当你制造你的食物的时候 你一定要support可持续发展农业 因为懂得吃 懂得种 我们才懂得救个地球 我们每人每一餐 不只是影响着我们的胃 而是影响着你和你下一代的生存 对于地球来说 任何形式的消费 良心消费也好 绿色消费也好 都是消耗和浪费 所以UN SDG 也都把它放在一个top priority 是要我们作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我再举多个例 就是这四个字 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不冷革 但是你会发觉 咦?有很多 好像是 甚至乎你以前以为是垃圾的 都是能吃的 更加有很多 不会去到你的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不够漂亮 但是在这张图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两件事 有一些食品 你吃完了之后 一定会由垃圾产生 但是有一些食品 你吃了之后 剩下的 它是可以自然分解 形成泥土 滋润回我们的地球 所以你的选择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城市人 我要告诉大家 懂得重 懂得食 是一个新的城市skillset 归根究底 都是回来 和我们地球 一样英文文字的Earth 土壤 土壤是有生命的 一个好的土壤 它不单止有有机物 有矿物质 它有我们地球最重要 Trecious的水和空气 水和空气 在土壤当中 得到保存 得到过滤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的地球 已经很多土壤 连这些这么基本的能力 都没有了 因此 我也都相信 当我们的社区 土壤豐富的时候 我们的社区 也都健康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们的地球也都健康 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农耕 农耕 它不是只是生产食品的一个动作 它是一个保育社区的行为 而农虚 它是生态经济的中心 农友 农夫 它就是守护这个生态经济的工作社 只有在上面 各种元素 一起互相效力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找到 永续共荣的盼望 为我们的地球 turn back the clock Food Literacy 食物教育 城乡的共用 在香港 其实我们可以告诉世界 我们很有potential 通过人造卫星 我们是已经发现到 有六百万平方米的 限制可耕作空间 也就是说 香港现有可耕浓地 大概如果记错的话 是七百万平方米 好 只要我们每个人 守护好少过一米 一平方米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将 香港蔬菜的自我供给率 增加一倍 因此 作出名字的选择 选择选择食物 吃到七彩才精彩 各位 我们识中 识食的都会里面 未来的课架 就是你们所做的 和我们一起 吃得美的土壤 健康 社区 和地球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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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